还有几个问题 就是这个 有很多的朋友们呢 也在网上关注 我们哥俩这书 上中我这书都出错误了 为什么就是分神散神散的 太乱 把一个最关键的问题给忽略了 就是关于两把剑的问题 两把剑的问题呢 索林 尤达十人腰 得的这把剑 它的学名叫做奥克瑞斯剑 奥克瑞斯剑就是受咬剑 这两个是一个东西 至于这个甘道夫得的这柄宝剑 叫做狄基剑 这就给他更正过来了 比尔布巴金斯先生 得的这一个小匕首 没名 我查了很多的这个关于中土世界的这些考证 没查到他这把刀 到底叫什么名字 这把剑叫什么名字 没查着 就真是我说那个 这很有可能 这就是精灵王当年 剃脚啊 这个 拔鸡眼啊 干这屎的 这么一个小小小招 对于这个霍米斯先生来讲 这就是一柄宝剑 这是其中的这些问题 再有一个呢 上周说这书呢 这有 有困难上周没去那边 说说到哪呢 别说巴金斯先生 这一行人 在去往孤山的路上 这碰上第一个困难 碰着三个十人腰 制造十人腰 把十人腰都 制服了 制服了以后 得了这么三瓶宝剑 接着往孤山去 去个半路上 碰上半生人了 今天咱们这书就从这开 嫌疑少叙 书归正传 上回书 我给您刚才评论完了 接着跟您讲 憋不巴金斯 探险队这一行人 十五人 半夜里睡觉的时候 就听见这山坡之啥 我这么几声狼叫 第一个醒的 贝尔伯巴金斯 各位 他是个霍比特人 他天生是个非贼 所以他的感官 听觉 笑觉 视觉 味觉 都比其他的种族 要灵敏的多 非常警觉 啪的声音一响 当时就睁眼 睁眼第一件事 先摸自己的宝剑 非常警觉 在薛桶和李叉上 旁边叫甘道夫 老甘嘞 行行行行行行 听什么事 甘道夫起来 这么一听 坏了 狼叫 不是一般的狼 中土世界 生活了各种各样的物种 这狼这种动物 见的多了 唯独这种狼的叫声 不一样 他有个学门 叫做狼 那坐狼干嘛使的 中土世界 那跟咱们的世界不一样 咱们世界上阵骑马 骑牛 骑牛反骨啊 前纪国孙殡骑的就是牛 他那是五色神牛 我这是宝牛 不一样 这中土世界不一样 上阵打仗骑各种各样 烂七八糟的玩意儿 比如说有骑兔子的 绝对有 往后说到就能说到 别着急 有骑野猪的 这绝对有 矮人上阵 你要往后听 铁丘铃 骑的就是这野猪 要上阵骑马的 这甭说了 单单的这半兽人 爱骑什么 狼 就爱骑这坐狼 说这坐狼这种东西 到现在社会还有没有 现在社会估计是没有的 但是 各位 这书咱们得勾回你说 隋唐里边 有这么一种马叫狐雷豹 我认为四伯大将上师徒 坐下这一匹狐雷豹 可能就是坐狼的串 可能有坐狼的血统 很多人说说说这个呼雷豹 但是 你这玩意不讲理 他说是这豹子呀 公豹子进的这个母马的群里了 给母马都糟见了 糟见完了以后 终于这么一个这呼雷豹来 我认为有可能也是坐狼 但是怎么说怎么有理 半瘦人骑着坐狼 山坡之上嗷嗷这么一声叫唤 干道湖赶紧把其他这些矮人 站起来 快起来快起来 别摔了别摔了 索雷赶紧起来 怎么了 干嘛 吃什么 吃什么 吃什么像话呢 吃什么像话呢 来敌人 来 哪有敌人 哪有敌人 听 这些矮人侧耳一听 全听见了 各持兵的苍朗朗 欧克瑞斯之间拽出来 把宝剑的掌中这么一横 再跟朋友这么一看 其他这些矮人 哎呦 这个惨 没有像样的家伙 有时破廊子的 有时烂斧子的 最可气的就是这帮伍 手里拿俩拨动鼓 他自己做大拨动鼓 问他 您这当什么事 当锤是 有名吗 雷鼓 梦军锤呀 您这锤呀 真不错 您这锤都 我都不用猜 空心的 对啊 是 脏锤呀 是净锤呀 哎呦 我告诉你 这两天我加工了 我这边这个是干净的 这边这个是脏的 这里有石灰粉 好假 你跟齐国远学的 来吧 赢敌吧 赶紧找了一个大石头 这些人 15个人 在这石头后面先紧藏好了 能不被发现最好 各位这半兽人可不一样 嗅觉异常灵敏 而且咱们前面一再说 半兽人是什么转世 他是墮落的精灵 精灵啊各位 是吧 你见过吗 没有 我也没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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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看我没见过 但是我知道 我为什么知道 因为这精灵这个种族 其实在咱们现代社会 有可能还存在 他说这精灵这个种族 现在怎么能存在 在哪 就因为现在 咱们这生存的时代 生存的社会当中 未知的领域 过于的庞大 就咱们眼见不一定为实 耳听也不一定为虚 就在这 好比说咱们这 说出呢 没准这边坐的 就是一帮隐身的王领 坐一个 还进了一个 这没火 这玩意儿 你未知世界 未知领域 所以这能不能存在 现在咱们打着问号 而且据传说 所以精灵到底还有没 说在咱们的世界上 地球上 已经不存在精灵了 为什么 您要能看的话 您看这 《魔戒原著》的最后一本 交代的很清楚 说这些精灵 有点是中途世界 最后坐上船 都奔西去了 奔西去去哪了 按照中途大陆 整个地图的一个概念 在反观 在咱们的地球上来看 有点欧洲大陆出来了 奔西去 那边有一片大陆 这个大陆是哪 亚特兰蒂斯 到那之后干嘛了 它可不是一个 说白了 这个 这个 浮在地球表面的 这么一块大陆 在原路当中 给你这概念是什么 那精灵为什么就要消失了呢 实际上是一直往西天而去的路 到了这个 亚特兰蒂斯大陆上之后 也就是说在原本当中叫什么 我现在具体已经忘了 因为这很长时间不看 这片大陆最后漂入太空了 去哪了不知道 有可能是一个五维的空间 这个五维的空间 就要签成几个问题 一个叫做量子弊学 一个叫做广义相当论 我跟您各位说 我这我呀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学理的人 首先我不是学文科的人 但是咱说明白了 您看很多的 现在咱们国家也好 有很多 包括世界上很多的文学家 很多的做文科做出成绩的人 他要你很多都是学理的 会培养自己一个理性的思维方式 这很重要的 我上初一我就看时间简史 那我第一次得知 这个霍金霍爷 我就知道 那样那个 我就看这时间简史 看时间简史 那上初一啊 我跟你同学 同学回头有机会让他到这来 我给您介绍 我们俩做同科 我同科说 人家老师上物理课 人家讲什么 人家摩擦力 重力 加速度 我们俩跟底线 兄弟 你说这虫洞理论 咱们能实现 哥哥 您看这指没有 这边一点 这边一点 把空间这么一扭曲 这就形成了一个虫洞 哦 那你要这么说来 这一等于MC方的这个方程式 就被推翻了 那叫做狭义相对 老师跟上午 别说了 别说 干嘛呢 老师我们研究物理呢 研究什么物理 我们研究时间简史 广义相对论 一量的理学 咱们研究不到那 咱们现在研究什么 也就是G 中文家 老师 你我不同意 按照现在我们研究理论 您现在讲 所有东西都是违背自然科学的 你讲的都不对 有嘞 我不对考试的时候见 一考试同志 全理不成 长篇大陆 堂堂堂还这么人写 后来果不其他 我们这同学最后考哪了 中国航空航天大学 天体物理系 现在干嘛呢 呆业呢 为什么找不着工作 人家说了 人家说您这个专业啊 讲来毕业 您只有一个去向 就是中国科学院 那我怎么能进中国科学院 您首先您得是院士 我怎么能到院士 您先到七十 那就是没得活呗 这是我的同学 所以说这精灵 这个一样转回来说 这精灵 他现在还存不存在 有可能是存在 可能就是咱们印象 能不能外星人 这都没活的事 这就话一分 所以咱们这火爱说这个 为什么在哪 就你得研究他 你得琢磨他这东西 他跟现在有没有对应 有没有现实 因为霍比特人 我回来又看了 这霍比特人 现在那天电视的还播了 这个节目是什么呢 中央时科教频道 有一档节目叫做大家 专门介绍这些有名 这些大的各个领域 做出贡献的 艺术家也好啊 是科学家也好 其中介绍这么一个 古人类研究的 此人叫吴新智 他这里头 我突然我就听见了 在印度尼西亚 那地方 那坟地里边 发现了这么一种人 这种人是正常人 深奏的一半 当时我都惊了 这就是霍比特人 所以这是绝对存在的 不要不信 要是不信的话 各位 要小心你们 你们要如果 要不信 我说的话 你们要敢不信 我也没什么辙 接着跟您说 这半寿人是精灵 堕落之后的产物 各种感官 也很不发达 他感官不发达 这坐廊的感官发达 嗅觉异常灵敏 领头的这半寿人 有个名字叫 阿作哥 在半寿人里边 那可以说是了不起的人物 各位 咱们这说这书 您不能把这半寿人 想着就全是 资亚连嘴那种状态的 半寿人 有半寿人的社会 半寿人 有半寿人的情感 半寿人 他们也得生孩子 他也得有女半寿人 也得有男半寿人 他不像后来的 这强寿人 那是将来 撒路们创作出来的东西 单说了 复制品 这半寿人的领袖 现在咱们说这个 叫做灰皮半寿人 阿作哥 阿作哥坐在这座廊之上 拢着这钢上 手里头拎着这家伙 没有什么气候含量 创作一大钩袜子 前边 找到这么一大石头 绑在这钩袜子上 装备非常简单 这个时候的半寿人 那跟精灵 跟矮人相比 工业水平 没有办法相其并论 后来他们的技术 怎么上来的 慢慢跟您说 其实坐廊之上 拽步钢上 问旁边自己的这位副手 我问你 听见什么声音没有 没有 闻见什么味儿没有 别着急 我要没猜错的话 在我的嗅觉当中产生了这么一种矮人的味道 这就对了 你来看 不知这密丑 离自己这远处山巷 这山澳的地方 可就是十五个远征队 所在的那片地方 看得出来 刚刚熄灭了火焰 还有一些余灰 甭问了 藏着人呢 就是矮人 啥下去 一声号令 一共多少矮人 四十五个 四十五个半寿人 有点深入窝子上 骑着坐廊 连蹦带跳 狗毛门市就吓死了 来这之后 这矮人想跑跑不了 各位 矮人最惨的 什么突然都来 您看着 您各位您瞅 您各位瞅 知道都是精灵 咱们这故事好解决了 跑得快 这矮人 这小的暖 屁股一下就是脚 没有腿这个设置 都跟气息猫似的 伸手不见五指 那跑起来 那能快得了吗 也没法跑 转眼之间 就被那些伴手人 围在了当中 索连事人领头的 拿着奥特瑞斯支箭 往抬头这一关桥 看见阿多哥了 阿多哥摘腾下狼 摘腾下狼 把掌中的这个破家伙 在掌中这么一瞬 他也这么一瞅 就看见阿多哥身高在一丈五开外 伴手人在一丈五开外 胳膊里面这算少见的 面色灰白 整个皮肤灰白色的 这脸上长得一个乱七八糟 你也看不清楚哪是眼睛 哪是鼻子 什么是嘴 就看得最清楚的两只耳朵 是尖的 这是伴手人的特点 同时也是伴手人 是精灵堕落者的一个佐证 精灵的耳朵是尖的 这脸上的横七竖八 全是刀痕 什么形象 这怎么形容 您见过这麻疯病病人吗 得这麻疯病 大摘门里面是金二 纳末儿的 长得烂七八糟 身上到处都是划痕 看这手上可就能看得出来 没有左手 说没左手怎么来这钢上 左手这没有 前面一大铁钢子 这大铁钢子前面是三爪的 带能活动的 这怎么回事 待会咱们给金表 站在这地上往下扔 一看第一眼 就看见索林了 索林 横着奥克瑞的指尖 採演这么一瞅 也看见阿索格勒不由得是一声叹息 咱们 我自己亲手把这阿索格给杀的 阿索格怎么又来了 难道说它没死 这怎么回事 这有一段倒币书 当时这些矮人在埃尔古尔孤山脚下之时 成立了山下之国 当时当皇上呢 就是现代的索林的爷爷叫索尔 索尔带着自己的儿子孙 还有这孙子索林 把这国家治理的呀 太富有了 有的是钱 因为矮人的贪婪 招来恶龙的觊觎 你听咱们的词觊 显得比十家庄六中就有文化 济语 就会这么一词是你 恶龙十毛子来了 我没听见说什么 济汤 济语 济汤 我下来 恶龙十毛子来了 转瞬之间 就把这一座山下之国 化为灰剑 河谷阵 生灵涂炭 把矮人由艾尔波赶出来了 索尔带着这些残存的矮人啊 颠沛流离 流离失所 太惨了 矮人 您想想 那索尔是什么 山下之国的皇上 皇上先干嘛去 大街上撂娇去 带着自己儿子索恩 随便 这家伙 背着一小锅罗 带着点吃吃 到处溜达 今儿走到这阵里了 找一没人就石子路口 画一圈 画一桌 这拿出来 白纱撒堆 撒 一那写出来 凡事 圆年子 上来之后 在里头撂娇 俩矮人 皇上跟那撂娇 食量咱们各位 你想 那旧社会 那个艺人多惨啊 哪有圆子呀 天天干热 为的是什么 保留自己的一条命在 想干嘛 重新召集 在各部的都领 矮人一族 讲来柳朝一日 重新夺回孤山 把自己的这些宝贝 再拿回来 把时髦给我打跑 慢慢的过了这么些年呀 力量积蓄的不错 其中 就来了很多很多 当时比较有名的 矮人家族 你比如说咱们书里头 左阿连一家 八连一家 这都是矮人一族的精英战士 这都得是九十级以上的 九十级以上的 没到一百级呢 因为那十级太难练 魔兽还挺熟 大人这些人啊 把这矮人重新召集起来了 天天在哪聚会 到不远 离这个孤山 再往北 有这么一个矮人的故乡 在这矮人的故乡旁边 有这么一小镇店 这些矮人都聚在这小镇店里 要干嘛 要琢磨琢磨 咱们怎么能够取回孤山 坐在这这么一开会 这都是矮人当中的贵族 平常日子撂骄 这时候都有身份 把自己搭金腰带 就都拿出来了 就穿着它挺利涩 开这么一会 圆桌会议 八连就说了 万岁爷 您现在已经不是慌了 咱们得低调 我叫您上边的也不好 我就叫您 甭客气 八连叫老索 得嘞老索 他是这样 以咱们现在矮人的实力 您要想夺回孤山 也不是不行 必须借助谁的力量 铁丘陵 都领矮人的另一个种族 这只矮人现在力量强大 行啊 铁丰书信吧 把这书信写好了 托人带给铁丘陵了 铁丘陵了 赶得行 这一只矮人啊 跟现在索林他们家的矮人 还有世仇 简段集 别说人家不发兵 麻烦了 回来之后 禀告这个索尔 这索尔这么一听 麻烦了 想重新夺回孤山士比 登天还男 咱们现在应该怎么样呢 咱们现在贵了包罪 矮人这些手下 数来数去 超过两千人家 还不够使猫 一顿饭呢 恶龙一张得哭 一喷我全完 咱们怎么办 巴林要说了 你要听我的呀 据我多年的观察 这些年咱们矮人的故乡 在摩瑞亚这个地方 也就是咱们现在阵电 再往北九十公里 摩瑞亚这个地方 是矮人的起始之地 咱们可都打那出来了 你也能知道 咱们为什么 从摩瑞亚到的孤山 矮人 既吃不既打就在这 这摩瑞亚本身也是一个 非常富有的宝藏之山 把这山抠的太空 惊动了什么 烟魔 把烟魔给抠出来了 把那帮矮人 有点摩瑞亚轰出来了 摩瑞亚一完蛋 矮人奔到孤山 不长记性吗 到孤山接着挖一贪婪 什么我招来了 又再轰出来了 人嫌狗不带 也没有矮人 所以现在的社会 不存在矮人了 这是很正常的 这个种族确实 有一点劣质 咱们要想 光复孤山 先回摩瑞亚 干嘛去 摩瑞亚这么多年过去了 严摩现在已经不知道 奔哪去了 到了摩瑞亚 把摩瑞亚这些矿藏取出来 招兵买马 巨草屯粮 现在不是两千多人吗 没关系 我巴黎跟土巴黎 我们俩人 那叫做黑红二将 您看我们俩的身份也看不出来 他就好比是焦灾 我就好比是孟良 焦不离孟 孟不离焦 您就好比是六郎 是吧 那一天丁 抱着说这不行了 那是过去以后的事情了 您蒙瓦 就这意思 咱们就咱们说吧 我们俩是焦梦之好 行了行了 爱怎么说怎么说 就我们俩关系好 您用我们俩的保护 没问题 倒摩瑞亚之后 把这宝藏取出来 招兵买哪干嘛 训练队 我们两个人都是斧子 我带一拨人 他带一拨人 他训练一个斧子队 我训练一个斧子队 到哪之后 咱们就叫做矮人斧子队 直接到孟良 提起咖啖一通砍完事 小弟这想法是不错的 但是我估计难以实现 但是你说这好 咱们先到摩瑞亚看看去 走 真不含糊 两千矮人到了摩瑞亚 其中 就有所有的儿子和孙子 也就是有孙子和所里 他们是带头的 到了这摩瑞亚 一看傻眼了 半兽人 杰族仙灯 领头的就是这位 白皮半兽人 阿佐佐 咱摩瑞亚就一场血战 打起来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要怎么说呢 这索尔啊 还是年龄大了 骑着猪啊 撞过来阿佐佐 结果这猪啊 看他坐廊了 他一害怕 哭嚓 马尸前提 马尸前提 猪尸前提 把索尔给栽下来了 阿佐佐 跳过去 一斧子咔嚓 把索尔人头砍下 把这皇尔杀了不完 还要追杀 他的儿子和孙子 孙子不知道跑哪去了 看见索尔了 你要看那电影里面 这块描写的特别的详细 这阿佐佐 抬起来 把手里的家伙往下 这么一砸 当时索尔手里的 拿的是什么 右手是宝剑 左手是盾 一下把这盾就给打碎了 啪就飞了 索尔登登登登登 倒退两步 枯插往地上这么一坐 束手待毙 阿佐佐过去 一看机会来了 把掌中的这柄破石头 还是烂里巴刀玩意儿 掌中这么一轻 往下这么一砸 这要真砸 锁连就完了 把旁边这么一摸 怎么那么巧 摸着这么一截项目 把这项目拿起来 弹过去 这剑王起这么一挥 斩掉了阿佐哥的左手 就是这么来的 各位 当时的阿佐哥左手可就掉了 左手这么一掉 疼痛难忍 往后倒退两步 索尔一看机会来的 站起来 拿着抖进 我让你来 我去你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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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起来 这就 这就 他你 他那意思 日语都蹦出来 他那意思 把我佐哥就给杀了 阿佐哥死没死 真死了 真死了 半兽人把那阿佐哥可就给抢走了 抢走了 奔哪去 奔摩尔亚 坑矿里面走 这里 就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阿佐哥死而复生 什么是力量 死灵法师 死灵法师是谁 索论 在霍比特人的原文当中 是没有说明白死灵法师就是索论本人的 在原文当中绝对没有提过 在三本魔戒里头 对照着索论 也就是魔作 这个人物本身没有实体形象 他一直处在一个虚幻当中 一个虚影里边 其实这个人 这个法师 或者说这个麦雅 就是索论本人 只不过在霍比特人里边 他叫做死灵法师 这些半寿人拉着阿佐哥的尸体 这是半寿人首领啊 找死灵法师 死灵法师 各位 有没有 有一个实体 在美国 在美国西部 有专门玩布鲁索音乐的 你要知道有一位最有名的人物 叫做史蒂夫雷莫恩 SRV 还有一位现在比较有名的 至今活跃在舞台上 叫克莱普顿 他们共同的有一个好朋友 结果就这个人的名字 我没记住 就没记住 他在三十岁的时候 和魔鬼定下了契约 怎么跟魔鬼定下契约 可能借助各种仪式 没准是萨满仪式啊 没准是各种什么 这玩意 冯管是怎么着 天零零地零零 跳的神也好 冯管怎么着 美国跳的神也一样 ABC DFG 你敲点小果 放放放放放放放 把这神魔鬼拘回来 拘回来之后 这位吉他手 跟魔鬼定下了契约 我能不能瞬间 让我的吉他记忆 提升到一个非常高的程度 魔鬼同意了 魔鬼跟他怎么说的 那好 我现在就让你 马上挣钱 我现在就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吉他手 可有意见 你只能活到四十岁 你同意不同意 我同意 好 果物吉他 三十岁定了契约 到四十岁那年头上他死了 但是这十年 是他吉他事业最呼吁广的十年 这让我想起了一位说书的艺人 此人叫吴启深 咱们说出这五哥 这就是 他那吉他一直那么好 我怀疑他活不四十 这都没跑 这 郭文明 三十岁谈得跑 是不是跟魔鬼定契约了 背着 没说啊 对不起 半兽人拉着阿泽的尸体 跟死灵法师定下了契约 跟死灵法师怎么说的 死灵法师 阿泽的灵魂可就说明白了 我让你复活可以 你给我干一件事情 干什么事 你帮我找一个人 什么人 灰袍巫师 甘道夫 找他干嘛 你甭打听 日后我自有安排 他们一同意 把灵魂 复回阿泽的尸身 这阿泽可就复活了 他就没死 这到今天又过来了 去往孤山这么多矮人 十五人再次碰上阿泽可的时候 索林看着他能不害怕吗 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 人死不能复生 即便你是个半兽人 你也不能违背自然常识啊 那精灵了得起了不起 精灵没有死的时候 你在原文当中告诉你 写得明白 精灵怎么就死亡了 精灵死亡有几个原因 一个被杀了 再一个 因为自己内心急剧的 悲伤 精灵会死的 所以这是不是也有 这个现代有一些根据 能够说得出来 比如说有人抑郁症 他叫你抑郁 就是抑郁生癌 你像说书子 绝对不可能得这种病 他就每天都乐呵 精灵就会这么死 连精灵都会死 半兽人他都不死 不定里面触动 什么隐藏的力量 甘道夫那是察言观色之人 这么一瞅 看阿作作 大概就能明白 这个人是怎么死而复生的 绝对是有某种神秘的力量 所以您要往后看 就在咱们这个 霍比特人的电影当中 甘道夫是失踪过一段时间的 干嘛去探访死灵法师 放到后面咱们再说 这45个半兽人 就把这15个矮人队伍 围在当中 所连这么一瞅 今日之事啊 极其凶险 这比日后曹操在华中道 还要惨哪 自己心里这么一琢磨 怎么怎么琢磨呢 麻烦怎么办 势必有一场凶杀恶战 旁边这么一瞅 能争贯战的 巴里 堵巴里 算一帮过吧 再来就甘道夫 戴凡那一瞅 看见憋过巴金斯先生 巴金斯先生干嘛呢 自己蹲着石头边 这么躲着呢 害怕 一个霍比特人没有见过什么大事 况且他从来没有迈出过夏日郡 一步半步 他经受不住这么大的打击 这时候已经浑身上下 体似筛坑 就感觉自己裤裆当中 有这么一股非常温暖的感觉 连汤带屎 什么反尿全下来了 自己的裤子弄得脏个巴基 自己摸着这匕首啊 也不敢动 抬头啊 看着索林的意思 怎么着 什么时候自杀 什么词 你只要一点头拔出来 都给自己的完事 半手人哪能中 他们 阿作哥 站在地上 拿着手里的家伙 这只索林 来讲可是索林 想个顿哪 索林这么一看 阿作哥 在末日一站 我斩去你的左手 怎么现如今 还在这世间存留 嘿嘿嘿嘿 我有高人相助 索林 今天你等这些矮人 来到我半手人的领地 这是何意 不对呀 索林这么一琢磨 我什么时候来到半手人的领地了 半手人领地在哪 在窝多呀 怎么回事 甘兆夫听完这句话 脑子里的 滴的咕噜这么一转 想起一个问题来 什么问题 中统世界要乱 乱乱在哪了 首先现在在的这个地方 离瑞文戴尔不远 瑞文戴尔是精灵的王国 在精灵王国的周边 出现了半手人 这是什么道理 在他们中间的路途当中 碰见了十人腰 这是什么道理 十人腰应该生存在哪 生存在远古社会 这北方的寒冷极寒之地 怎么到了南边来的 都不知道 坏了 中统世界看来是要乱 这时候甘兆夫心理已经想好了 今天要能逃过此劫 没别的 我要去探访死灵法师 看看是不是他在从中作祟 拿眼色一给索林那意思 今天要想躲过这一战 是比登天环弹杀杀杀杀杀杀呀 索林二话不说呀 跟阿作格有什么话可讲 奥克瑞斯之剑 别的不敢说 精灵打造 专为对付半手人所造 剑这半手人 这剑上不着放蓝瓜 砍别的东西有可能砍不动 只要是砍半手人 太容易了 虚铁如泥 而且就好像 奥克瑞斯之剑呀 对这个半手人 有一种特别的仇恨 自己这剑呀 在手里就仿佛不听使唤 插插插插插插 这剑尖直接往起步 就跟这顺的星云锁链的道理是一样的 你看那漫画 圣头是兴史 我喜欢看着的呀 我喜欢看着 你看那个好 这顺叫我说 这整个胡小强你最怂 我小时候 我长这么大 我看了得有一年多 我不知道他是男的女的 我一直以为这顺是女孩的 手里拿 新女座的吗 手里拿着你锁链 这锁链这边管防御 这边管进攻 把兴军锁链冲 这锁链跟兵上自己身 这么一转什么都进不来 弄一防御阵 奥克瑞斯之剑性质差不多 这剑尖自己 他奔起蹦 没意思 今天你这持有 你不杀半手人 我保健自己 我得把这半手人宰了 往前一地 这保健 驳蛇出洞 使了这么一事 剑尖直奔 阿泽克的耿藏先红 各位这有问题 这半手人多高 阿泽克在一丈四五 矮人缩链多高 用现代话讲 好比他们正常人 像我这身高 一米八吧 矮人的身高 大概在一米四 一米三左右 这一米四一米三 跟着这一丈五的怎么打 这是先天的劣势啊 把这宝剑拿起来 往起 那意思 驳蛇出洞 要扎阿泽克的耿藏咽喉 实际上扎 扎杜西尔 啪 一剑顶过去 哎呦我去 想这老高 我去想 黑铁塔 是吧 阿泽克不慌不忙 往后闪退一幕 拿掌控自己 这一搞霸子 外加大大石头 咔 把这第一下子 就给划开了 划开了以后 四十五个半兽人 跟十五个矮人队伍 就站在了一处 十五个矮人里面 大多数那都不是 能争贯战之士 尤其这帮伯 太有意思了 手里拿着俩小哺隆鼓 这哺隆鼓啊 感情太新鲜 半兽人他没见过 有这么一半兽人 手里头拎着这么一把 破稿袜子 看着这帮伯 看着大胖的意思 这胖子呀 好揍啊这个 好得慢啊 见你打他 拎着这稿袜子过去 这还没打呢 再一看这帮伯拿来 来你揍啊 你揍啊 你揍过来 你这是什么东西 你拿的这是什么 告诉你 这就 带扑了闪的 那股梦筋锤 没见过 没见没见都对了 告诉你 你还别过来 看明白了 小哺 看我这两柄锤没有 左边这锤 中八万六千斤 右边这锤 中十万九千斤 这半兽人本身的智商就低 脑子就慢 听他这么一说 真的下注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多新鲜呀 我说能有假的吗 你要不信 小哺 你要不怕死 你才能够过来试试 我告诉你 你只要敢过来 我就敢拍你 我拍你 我告诉你 你想当半熟人肉像吗 你想会着和干一块吃吗 我告诉你 我最好还吃 我把你拍成牛 我一会把你一尖 拿汗毛趴这么一加 我就把你吃了 你最好别招我 你 你 真是 那么沉吗 啊 就那么沉 那我 我打别人行不行 不行 你就得揍我 就咱俩打 咱俩怎么打呀 你说咱俩是文斗 是武斗 文斗怎么讲 武斗怎么来呀 要文斗 武斗我们说了 咱俩屁了啪啪 你过来 我大锤往下 这么一会 你死 要文斗 咱们就一对三锤 怎么个一对三锤呀 那很简单呀 他就 我这 你 骑马尊登 是问这这么一战 我过去拿俩锤 帮帮帮 砸你三项 完事呢 我在骑马尊登 是你过来 帮帮帮 拿你的家伙 砸我三项 看咱俩谁先完 那咱俩谁先打谁 那还有说 我隔禁 我先打你 凭什么呀 什么叫凭 你个个 你身份大呀 你你多个 我一丈 你他 你一丈 对不对 我才你三 在那边 你多个岁数 我也不知道 我多个岁数 你没骂是怎么着 我能没骂吗 我岁数 我们这半兽人 不按这岁数技术 我也不知道 我多个岁数 那不过 你看你这 你脸 你脸上全是皱纹 你全是褶子 你一看 岁数比我大 你这让人少玩 我得先砸你 你先砸我 啊 你敢不敢啊 咱们就试试吧 好嘞 这半兽人也缺些眼 骑马蹲蹲 是猛着这么一蹲 拿来大小霸子们 掌重这么一轻 你来 揍我吗 别着急啊 我揍你啊 我来了啊 这帮帮往后就撤身 弄俩瀑布 我跟人揍什么呀 他们就想起来了 自己这右手锤式的当锤 这里边全是石灰面子 辣椒粉 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东西 自己呀 这左手锤里头 没什么新的玩意儿 哐的 把这左手锤搁地下 跟自己身后摸 后腰里头别着这么一把匕首 这匕首不长 一尺多 摸了后这匕首 看了看自己右手这脏锤 心上有骨了 来着 开始 我可要砸了啊 来了 赶紧 快点 等不及了 这帮帮往后 蹬蹬蹬蹬蹬 退了十几步 把这大锤抡软了 哎 哐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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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至近前 蹦起来 离地大概有这么两厘米 哪怕蹦不起来呀 把这大锤往 崗州这么一清 看的水 呜 这锤快要砸下来了 那我这大搞霸子 忙起这么一架 那意思 我这一下子 把你锤给你崩碎了 哎 没动静 再看这帮不住这锤啊 离前半手人 这搞霸子 大概还有一拳的距离 他得都寸着了 没动 来 胖子 你怎么不砸呀 你别着急 我试试距离 试什么什么距离啊 要砸你就砸 好嘞 二一回 哎 往下这么一使劲呢 这半手人一琢磨 刚才那下是假的 这下哼得是真的呀 往起这么一招架 哎 还没动静 又在这一拳的距离 被寸住了 帮不看了看 看这半手人心里有点不耐烦 得了 今儿就是今儿了 往后又倒退十步 往前这么一跑 大锤往掌中这么一琴 自己左手找自己身后那柄匕首 各位 这矮人要比起半手人来算是聪明得多 跑着进行把这大锤往掌中这么一琴 你着家伙 往下就砸 这大锤也跟这个半瓦搞瓦都碰上了 前面这大不弄骨里头也就散了 里头是连石灰面子带辣椒粉 啪 就这一下弄得这半手人满脸都是 哎呦什么玩意儿 趴这么一咳嗽一臂眼 再看咱们这帮帮老爷 尤打自己左臂右后把这匕首撑出来 对着那前面半手人的前胸 废头 胃 老肚子 老肠子 什么叫肾 哪叫牵列腱 哈哈哈哈哈哈 一通乱捅 把这半手人算给豁了 开了堂了 半手人惨叫一声 啊 护灯 此时栽倒在地 帮我 拿着这半喇破锤 留在地上把这净锤捡起来 在战场当中是样无扬归 啊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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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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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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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我们猜测这个邦波矮人他能活一百四十八岁 讲来有朝一日他可能会大笑而亡 后来这邦波死了 死了以后怎么就转世了 到了中国了 转世成长老金了 我敬给胡批 敬给胡批 旁边这矮人这么一瞅 好像邦波还真不含糊 有力使力是无力使治 各位 这打仗打价都是这样 就靠这一鼓作气 一而再再而三的 你要是好这勇气老往下降 这不行 你要跟平常我经常 跟您各位多聊两句 我平常练这剑道就这道理 这剑道这东西 你没看日本玩意儿 研究很精致的 而且确实是很实战很实用的 在我们这个整个道馆当中啊 岁数大岁数小的都有 岁数最大的今年六十七岁 虽然最小的三岁半 你说这孩子三岁半的 我得叫师哥 为什么人住门比我早 我就看得出来 太了不起了 了不起在哪 人家教练说的明白 问我 说您今年多大 我说我29 29 您算是年轻的 我说你懂吗 我29 我明年三十了 我算年轻的 那可不可以吗 您在咱们这道馆里都算年轻的呀 我说合着练这玩意儿的 都那么大岁数了 他们来的时候都以为跟太极拳差不多呢 我说为什么呀 这你也特别文雅呀 您要不看比赛就挺文雅的 拿着去 哎 哈 哎 哈 哎 哈 这比划 实际上一打起来还很激烈的 我说那我算是年轻的 对了 我说那我练这东西 这玩意儿将来能跟他们打实战吗 您只要四十不死 您准能把 我说你说话那么随 你说像 说背着什么道理 剑道比拼的 两个人对战 这跟很多竞技项目不一样 你好 比如拳击 您看职业拳击 您看这宗世明的呀 您各位您放心 他技术再高 也完蛋 岁数在那摆上 拳击 这是少年人的运动啊 你这小伙子十八九 你奔四十了 你说你怎么跟他打 你就拿我这儿 我跟你十八岁小伙子 我们俩在这儿切割割割 摔个胶 他不用把我摔了 他溜着我转就行了 我能转一分钟我就喝着带船 心肺功能不行了 剑道不一样 剑道的修的是心 修的是一个心态 我说何以剑道 他说你看啊 在日本有很多的这种剑道比赛 通常情况下好比要说都是四段 四段水平已经在剑道领算很高了 年龄差距很大 好比有一个四十岁的四段 和一个二十岁的四段 这二十岁的永远打过这四十岁的 我说什么原因 让你看啊 剑道比赛得分很简单 只有击中三个地方算得分 一个正面的闷 也就是现在头顶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二一个部分 手腕 这个日语来讲叫口呆 打这个地方算得分 为什么 您实战当中您也能明白 真是要真刀把手腕扛了 这人已经废了 三一个得分的部位 也就是自己又累的这个部位 这个部位在日语里叫兜 就打这三个地步算得分 我说打其他地步都不得分 我说这二十岁跟那四十岁打 四十岁怎么会赢 你看啊 他在这现场叫了一个四十多岁的一个大哥 叫了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 干嘛 这教练站在头上 他们俩看着他 他手里拿一把木刀 这俩人拿了把手把木刀 空灰 我什么时候打 你们两个人什么时候打 这里就牵扯了斗的问题 这教练在这拿着这刀啊 这人一挑唆 你就能看出来年龄之间的差距了 四十岁的人窥然不动 要我说就是没反应过来 这十八岁的小伙子反应快 那时候稍微有一个动作 一有动作他就起 恰巧就在这时候最危险 为什么 当你一抬刀的一瞬间 又累的落年已经暴露了 如果对面的这个人 他有一定的剑道常识 在这个时候 只要很简单 把刀一横过去 打一下 这就算一本 这就得分了 所以练这个东西不看年龄 比拼的不是岁数 您网上可以搜一个视频 这咱们卖票区认也知道 日本有一个老头 八十多的一个老头 见到的高手 他跟三个小伙子轮流对着打 那天郭文明也说了问题了 仨人都不敢近身 我说这老头绝对是寝华日军 手里一定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 为什么 你能看出来面带凶色 太可怕了 这老头 我要看他之后 我绝对的 我绝对打过他 你都不敢想象 所以这个武术 武术伎俩 技机技术 往往有的时候 并不拼的是个人的身体素质 像李小龙那样 人太少太少了 说这儿之后 咱们得拽回来 还说咱们这书 索林向盾 跟这阿作和两个人 进行缠斗 这剑往前这么一跌 扎死阿作和的肚气耳 阿作和这不过往后的力腿 把这剑锅划开了 划开之后 两个人站在一处 可就打起来了 索林啊 有力使力 无力使智 绕着阿作和的身的底下 来回的乱转 自溜自溜自溜 这就比原来跟他硬拼 就强得多 旁边这些矮人这么一瞅 好家伙了 帮过这样的废物 都能打死一个半兽人 咱们有什么不卖力 杀呀杀 走 打起来了 四十五个半兽人 跟十五个探险队伍 可就站在一处 最惨的 比如巴基斯先生 巴基斯先生 真没上过战场 各位上阵打仗 最怕的就是怕死 不能怕死 出一个人 咱们出一会儿 跟他们叫一个干架 千万不能怕 你放心各位 他们干过咱们 除非他们拿长号拍我 拍国人就这样 各位 不行我卸锅里 我卸定了 云相争勇者胜 巴基斯先生真害怕 把自己这柄小矛剑拿出来 对面的半兽人还不是很强壮 这一下是一下 把这位 比尔布巴基斯先生打的是步步的退后 打一下退一步 打一下退一步 退来退去可就没有退路了 后来这么一把大石头 可就挤在这墙角上了 石头壁上 往后这么一靠 手里拿着那小矛剑 跟着就是哆嗦 你别过来啊 我告诉你 你再过来 你给我自杀 你过来 你过来试试 半兽人 你看你怎么老来这手啊你 别来这套 来吧 今天呀 你就在此地 是你的葬身之地 没别的 比尔布巴基斯 霍比特人 在我半兽人的手下 还从来没杀过霍比特人 我这个家伙上面 没见过霍比特人的血 今天拿你 就算开了斋了 往起这么一举 直取比尔布巴基斯 先生的面门 巴基斯拿着宝剑 一饼 八辣 死了 见西天了 西西门地铁房 见阎文爷了 一闭眼啊 那一黑就等死了 过了这么一秒钟 没动静 不疼啊 咱们 啪再与睁眼 再看对面这半兽人 高举手中的家伙 或者钉在当中张牙咧嘴 在一看脖子当中 穿了一支剑 来人了 来了 精灵来了 精灵是哪一位 咱们这个书女必须要加入那个人物 雷格拉斯 哇 你看我一说来来 你跟后面这个女性观众 这俩眼睛放光 雷格拉斯 那是在这个霍比特人这部电影里边虚构出来的一个人物 他真正的原型 只有在魔界三部曲当中才出现 那么在霍比特人当中里头加入这么一个人物 我上回说了 上上回咱们已经说这问题了 很明显 导演最大的一个目的 吸引广大女性观众的眼球 没有这个人物 这电影没什么看了 看一帮糟了头子 大胡的拉叉子 有什么可看的 里头得加上耐情 耐情是什么 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你这书里的不能一点都没有 我说这前些年咱们中国有一部电视剧拍的特别了不起 就是这士兵突击 我要是没记错的士兵突击里应该是一个女的都没有 也不 有女的 对啊 那都不算了 在主要人物当中一个女的都没有 把那么一部电视剧拍的那么的伟大 我这是很了不起很了不起的 在咱们这书里都必须得加入这么一个人物 在赖拉斯看年龄判断不出来 为什么 精灵的容颜不老 精灵没有老的时候 什么时候一看 您看好比说咱们马上说的 Winvendale这位艾龙王 艾龙王这年纪有多大了 四千多岁 四千多岁 最好这脸色长得漂亮起 他也不黑长得 白白就对着小白脸子 没有好心眼子 赖拉斯就是如此 或赖拉斯长得漂亮 身高在八尺开外 面如冠玉 没分八彩目落老乡 你乐什么你乐 我这给他开脸呢 没分八彩目落老乡 鼻齿口祸 关键这皮肤啊 白里都透着红 红里的透人的密骨子 还不能透绿 透郁寒去了 白里边透着红 脸色红润有光泽 眉手用大宝 一头金黄色的绣发 弄老常 大披肩 头上带着这么一弓 哟 这不是孙头干嘛 带着孙头 带着这么一发孔 带着一发圈 关键一个问题 他脑袋没有我大 脑袋也就我脸的一半 你就裹样的脸 叫小一半裹也挺好看的 一 这都没有意思了 我能不能说你 能不能听 来个大四长得漂亮的疑了 身材修长 倒三角这么一身材 穿得很简洁 而且很绿索 上面穿着一身 墨绿色的紧身的靠袍 一八十块的石板袋 扎一腰间 下面是一条水蓝色的裤子 长筒的靴子 这还可以不算太简 背背后 斜插一张保雕工 箭囊里边各式各样的箭 漂亮极了 好看 哎呀他这石头上这么一战呐 这就跟您各位这么说吧 就 我还有姑娘我就许给他了 就这感觉 漂亮好看 您的脑海当中不用我描摹 就是咱们电影当中饰演雷格拉斯 这位就这么好看 漂亮小伙 本着这么一站 精神迪了 带了多少精灵 真不多 旁边的精灵数来数去 一共十一个人 算是他十一个人 站在石头之上搭弓射箭 打停老远就已经看见半兽人在袭击矮人 各位精灵是不应该救矮人的 在原文当中写的很清楚精灵和矮人是有世仇 而且是有非常深的积怨 这个深的积怨到底是什么原因 将来咱们说那时候接着给您表 精灵和矮人之间这么几辈子 从来没有合作过 我分析很简单 精灵嫌矮人长得太寒碜 矮人嫌精灵长得太漂亮 爹妈同样都废事 生不出来东西都都这么呀 你有这么好看的有这么寒碜的 再有一点 您往咱们这书里头看 特别有意思 将来在这个魔戒三部群里 他有一个矮人叫金力 也就是这大红胡子 这个金力啊 最终和这个赖格拉斯结为生死之交 这也就把矮人和精灵之间 很多的隔阂和很多的矛盾 在他们这一带就算破除了 所以现在相声界也好 都应该是这样 我那天跟老郭说过这个问题 我说现在的相声界应该是怎么样 从咱们这一带做起 不要再互相争动 尤其是不要再进行互相的设坑啊 互相的算计啊 不要了 为什么不要了 现在要再算计相声也好 评书也罢 各种取义形式 马上就要被淘汰了 要居安思危 尤其是禁止在台上进行互相的攻击 咦 他攻击我 我攻击他 我特别都得检讨这个问题 我特别不应该 我不能老说 我一出来的时候长得挺黑的 他不好 他也不能在台上老说 脑子自别大 哈哈哈哈 好吧 这就没意思了 待会准砸我 哈哈哈哈 这赖格拉斯干嘛 怎么到这个地方干嘛来 刚才咱们说了 此地离瑞文戴尔已经不远了 是精灵的王国 这赖格拉斯实际上不是爱龙王手下之人 可有意义 凡是中组世界只要是精灵的领地 精灵是可以随便转的 赖格拉斯带着一行人马干嘛来了 到瑞文戴尔找爱龙王 有一点事情要谈 没想到还没到瑞文戴尔呢 先到这儿吧 离着庭望远就看着前面有一阵厮杀 精灵一看 那边是半寿人 这边是矮人 那意思 袖手旁观 咱不用出手 让他们自相残杀去吧 仔细在这面一头 不行 里边有灰袍巫师甘道夫 不救谁 得救他 再往这边一瞅 小小的霍比特人 哎呀让精灵是大惊失色 赖格拉斯心中暗想 不好不好不好 霍比特人啊 那在我们精灵的眼中啊 那是一只很幼稚的民族 他们既然都能够冲出夏儿郡 看来中组世界是要有一番大的变动 没有别的 就为了灰袍巫师甘道夫 还有这位比尔罗巴基斯先生 咱们也要大笑于他们 于此时搭弓射箭 就解救了比尔罗巴基斯先生 前面矮人 跟这些个曼手人 站在一处旁边这么一瞅 来了那么十一个精灵 站在山坡之上 有的站在树上 有的站在石石上 搭弓射箭 矮人心里有苦了 行 来帮手了 真配合 再抬眼一看 对面这四十五个半兽人呐 现在不是四十五个 四十四个 这些半兽人一个个 侧顾观桥这么一瞅 麻烦了 怕什么来什么 就怕有人中间横着密手 来的还是十一个精灵 半兽人此时 尤其是首领阿哥哥心中暗响 什么人都能得罪 只要是精灵 现在不能得罪 此地离约文戴尔太近 我要在这跟精灵 发起一阵厮杀 约文戴尔艾龙王 发下大兵 我等半兽人 也有逃脱之路 众家搁腻疯 风琴仇 哈哈哈 说这么一句黑话 四个个半兽人一个位各持兵的 跳出圈外 上座廊 跑了 各位就这么跑了 没有 到底干嘛去了 马上咱们就要说到 什么时候下个呗 雷文戴尔这个地方 离现在出事的地点 已经很近很近了 这么多个矮人十五个人 被那些精灵给救下来了 雷格拉斯当头 走的第一个 看了这么一眼病吧 巴金斯 中巴金斯使这么一个眼色 那意思小伙子 你没事吧 巴金斯先生拿这宝剑 闯个精灵 唉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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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哆嗦 没哆嗦呀 没哆嗦手干嘛 就是有点怕金斯 撂去撂去撂去 把宝剑赶紧收起来 现在有密集安全了 安全了 这刀插回靴筒子 雷格拉斯 来到了 甘道夫的面前 唉 我要没猜错的话 您老人家 就是中土世界赫赫有名的灰袍 甘道夫 人送外号叫做灰袍千岁手 可是 您老人家呀 甘道夫长起身来看了眼 雷格拉斯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不是索兰多的公子 你叫雷格拉斯 我没说错吧 没说错 没说错 啊 你们怎么到这来了 我还想问呢 你带着这些个杂碎上这干嘛 索灵灯旁边的密集 什么意思啊 我们知道满天城杂碎了 过去了 唉我告诉你 你是 你叫什么 雷格拉斯 我告诉你小赖子 小赖子 你别说你是精灵 你叫我 我不理你行 你别跟我说片当话 说什么片当话 干嘛 什么意思 什么叫一帮咋子 告诉你 你认得我吗 雷格拉斯看了点索林 我还真不认得你 我告诉你 我让你认识 我叫索林 我叫索林相顿 我告诉你 你们家皇上 我们家皇族 我爷叫索文 我爸爸叫孙 我叫索林 孤山的山下之国 那就是我们家的 知道吗 国在哪呢 不让恶龙给平了吗 哈哈哈哈 那就别美了 您是默默的皇族 那你甭管 我身上流着皇族的血脉 你这有点客气的 我告诉你 我跟你爸爸还挺熟 你爸爸瑟莲多 当时就不救孤山 把我们这些矮人 陷于不仁不义之力 你真的不知道你 那时候还没你的吧 可能 小赖你别跟我来这趟 你要说救我们就救 你救完我们了 你要说 精灵跟矮人有世仇 你见一个扑扑扑把我们全打死 我们一点怨言都没有 死在精灵的手下 且比死在这些半兽人的手下 瞧 各位各位各位 哎 哎 都跪下了 哈哈哈哈 其他这些矮人一个个都单膝跪地 干嘛呀 跟精灵没有这大仇怨 受人点水恩 虚当涌泉 行吗 今天要没有这些精灵大救 这些矮人哪 这命都全完蛋了 带头这个巴林是个总事人 冲上不这么一抱拳 哎呀 赖个拉斯 想了呀 今天我等矮人 你别听索林的 能受你精灵之大救 嘿嘿 我们是感恩戴德 我要问你一句 你到这干嘛来了 赖个拉斯没理这些矮人 牛脸再问甘道夫 我说甘道夫 你带这些矮人的目的是什么 赖个拉斯 我跟你这么说得了 这些矮人组成了一支探险队伍 他们要去往孤山 夺回埃尔波尔山中的宝藏 重新建立山下之国 赶走屎猫子 赖个拉斯牛脸这么一丑 一看这些个矮人 巴脸 堵 哇脸 七里 菲里 鼻夫 波夫 方果 欧瑞 狗位 格罗耶 这一个个就神头鬼脸 再一看旁边 比尼巴巴尼斯这么一祸被他人 问甘道夫 甘道夫 你说什么 他们这些人要去往孤山把屎猫子赶走 我不是说呀 甘道夫 你他妈推却 你这不忽悠人吗 您瞅着一个个神头鬼脸 你就凭这些人 能够重新夺取乌山 嘿嘿嘿 你还别瞧不起他们 依我看来 这位索林向国顿 是不是初的英雄 我恰指算来 前坎根阵 逊离昆顿 修身伤度 情死情开 我算了这么一大圈 我可就把 比尼巴巴金斯先生 这一个霍卫特人 算在其中 你要知道 中土世界的历史 将来在一百年之内 要受到霍卫特人直接的影响 这别过巴金斯 就是首当其冲之人 啊 甘道夫 你代曾讲 别过巴金斯老爷 就是此次远征队伍当中 最了不起的英雄 巴金斯这么一听 嗯 狗 不行 甘道夫说了我是英雄 我就是英雄 虽然说现如今 我跟狗熊没什么区别 哈哈 甘道夫 这精灵王子他说什么 他刚才瞧不起你们 我跟他说了 这些矮人里头 索林是个英雄 再有是英雄 就是你比尼巴巴金斯 是啊 我自己都没看出来 那是当然的 现在没有别的 雷拉斯 你要到哪去 我要去往 瑞文戴格 没别的了 带着这15人远征的队伍 咱们共同去瑞文戴格 要见艾龙王 各位 远征队要见艾龙王 不得要紧 这才引出来一桩奇闻 叫做比尼巴巴金斯先生 巧多魔戒是就在 下注 好